竟然是零個月 什麼意思 一見音就結婚了 那個事件真的是眼睛看到異象 俗稱開天眼 我就覺得已經看到她 大著肚子洗手作分 我們是網路認識的 找她的FB傳訊息把她 你是個謝姑 那時候 不是謝姑 姐姐嘛 零個月 對啊 什麼 竟然是零個月 什麼意思 一見音就結婚了 Pub裡面喝醉就結實三年婚 沒有 根本連酒都沒有喝 就只是一個緣分而已 那時候我跟她講說 我去印度玩 然後印度的司機 非常愛她的老婆 每一站都打開照片 在那裡看老婆跟小孩 我就問說 你們是怎麼認識 她說他們是先投殺那一刻 就確定互助終生的那一種 就是父母之命 沒錯之養 對 可能跟我們古時候一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講這個給她聽 她說那不然我們衝一點來結婚 我衝一點 妳最近了吧 大作業有 衝一點 妳在哪裡認識她 我在澳洲認識她的 澳洲 澳洲認識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因為在 相處是朋友的時候 對彼此沒什麼祕密 因為覺得這個 我不可能跟妳在一起 妳也不可能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們兩個就像 麻吉一樣好朋友 日久生情 然後沒有 其實也沒有生到情 多久的時間 這個好朋友的時間 就大概一兩個月而已 然後而且不是很常見面 就偶爾見到面 你又來啦 是朋友的狀態下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人是覺得 他好老實 就是或者是說 覺得他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男生 那時候我想把他介紹給我妹 可是你們當朋友 才當兩三個月 一兩個月 當朋友兩三個月 哪能看出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對啊 奇怪怪的才話說回來 你們這種才接 四年 一年半 五年 十三年了 還說人家不OK 所以人家是你的三倍 永康兄 你閃婚跟佩珊 我們在辦公室當同事兩年多了 一點都沒有對上眼 但是因為有一次 那個事件真的是眼睛看到異像 俗稱開天眼 真的假的 我們那個時候 公司上叫我們老東家替台主持尾牙 我跟他以前完全沒有頻率對過 尾牙必須要對稿子 所以我們兩個人還有其他工作人員 就經常彩排 到家裡面對稿 那天他到家裡來的時候 莫名其妙自己開我的冰箱 然後啾一下下酒菜兩三盤 我都不知道我冰箱有什麼 因為有時候是媽媽塞進去菜 你知道嗎 他直接去做 他就直接開我的冰箱 然後就 大家喝啤酒嘛 就有菜來了 怎麼會這樣子 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喝啤酒吃一次之後 還會主動的洗碗盤 就像女主人一樣 所以我就突然出現螢幕 螢幕畫面就是 我看他的背影在洗碗的時候 我就覺得 已經看到他大著肚子 洗手作分 很浪漫 最後一句話就是 壓垮駱駝的醉匯跟稻草 來 他們還在那裡喝酒 你們先聊 我先睡了 沒有 這麼自然 到房間裡面 太快了 這個畫面 未來的 衣服也脫了 好細喔 我真的畫面就覺得 他應該是在大肚子幫我孩子 準備慘了這樣子 結果妳還異語成誠有沒有 有暗示 來來 子晨妳 兩個月 妳是分手之後一個月 我是分手之後一個月 然後就是為了要散心什麼 就朋友有橘揪我就去 從來沒打過的排球 人家約然後我就去 然後剛好就遇到我老公 但是我們那一天也沒有彼此 講話也沒有彼此交換訊息 是回家過幾天之後 他自己IG私訊我 然後就 私訊妳 對 然後後來慢慢聊天… 然後才覺得說 這個人好像完全符合 我心中理想的另外一半 就是剛好俄羅斯方塊這樣 完美的 合在一起 這樣說 好像不錯 關心他們一下 交往七年 是啊 但其實我們中間有分合過 要分手 有啦 有分手 但是我跟我老婆認識的 你怎麼瘦那麼多 也沒有就 就最近小朋友剛上幼稚園 只有鼻子沒瘦 真的… 好挺 對啊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們是網路認識的 網路交友 網友 去找他的FB 傳訊息把他 我是 所以你是先看到 這個FB裡面的照片 因為他那時候在無名很紅 然後他又是滿紅的車模 所以其實我一直就知道這個人 然後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認識他 當時你是個謝姑 那時候 不是謝姑 謝姑 受祖這樣 謝姑 沒有 我就是欣賞這個人 也沒想那麼多 但我沒認識他 我也沒有再去想說什麼管道這樣 就順其自然 當時我認識了另外一個女生 但還沒有巴掌一撇 然後跟他一起出去 第一次的時候 翻了我的好友 然後就露了一句 因為他也是車魔界的 他就露了一句說 你跟Lucy原來是朋友 因為我老婆叫Lucy 我在說原來我突然就 砰 原來我跟我老婆早就是朋友了 因為那時候大家就一直加 有點加粉絲的概念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加了誰 我才硬著頭皮看了他 找到他說原來他是我朋友 我才印想了話題 你這個圖是雜家 雜家 對 什麼都家 什麼都家 但是我跟他開頭很妙 因為我以前是貓奴 我是個養貓的人 養貓二十幾年 然後我很怕狗 可是我看到他有一隻很愛的狗 叫棉花糖 是一隻狐狸卜妹 可愛 我就硬著頭皮 開始跟他聊狗 然後他就以為我是個愛狗人士 我們才開始的 硬著頭皮 我完全怕他的狗 一開始其實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跟前男友分開 你這邊也還有在進行嗎 沒有 我是單身 你也是約別的車魔先的 不… 假的 很公平 他未婚他可以多多久 不是 但我那時候的狀況是 他跟男朋友還沒有分手 但他們已經就是已經 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可是我那時候 我還記得我做了一件很酷的事 然後我覺得他是因為那個事情 喜歡我的 那時候我們大概聊了 就覺得滿有感覺的 可是其實都沒有預舉 因為我知道他有男朋友 我就問他說那你們的狀況是 他說他還沒有分開 沒有分開 怕交叉感 也是 也是某一層顧慮 然後所以我就立刻跟他說 沒有關係 我們先不要聯繫 等你處理好了 我們再開始 乾淨 乾淨 所以我覺得你很大度 憲哥你知道嗎 我沒有在這段時間 再繼續跟他聊認識他 就完全消失在他的生活 他才會覺得我是正派的人 對 然後他就立刻 他就處理完了 因為也許你知道有的人兩個在一起 行動末路拖了很久 他就立刻處理完之後 然後我們才開始認識 過了很長段時間才在一起 就先不要聯絡 Gentlemen 好不好 來… 好方法 這招不錯 我看我先生是在 就去他公司烤肉的時候認識 烤肉 我們有演過 我們有演 那一年的中秋節 我剛好就是分手 然後就很難過就去他的公司 然後我剛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因為他有一個合夥人 然後那時候他們是雙導演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他都覺得說 他們就是一對 雙導演 對 雙導演 Gay密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歡看國片 我都喜歡看什麼龍翔電影台 然後我就會猜 譬如我們會講說 什麼烤雞翅膀 誰最喜歡吃 是哪一部 湯伯湖點秋香 我就開始比 都會背了 對 就開始比說 誰才是真正的國片咖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他這個人很可愛 然後但是他一直要約我出來 然後我跟他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就真的很像是喜歡男生的人 一直到有一次 他好像就拍完MV之後 那時候正常來講 早上拍完MV之後應該會很累 但他就是已經到 從早上拍到凌晨之後 他還特別來找我 然後我就覺得 他好像是滿認真的 對 對 我們才開始真正的開始約會 這麼累還要去找妳 對 我覺得那個滿感動的 體力不錯 體力不錯 沒有 他想讓自己更累 很感情累 瘤 還沒做錯 logar為一 你們 還有